我们接下来这个月 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关于祷告的信息 这两个月我们都一直在讲到祷告 因为祷告是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的主题是讲到两个国度的征战 有人以为说这两个国度的征战 是讲到中国跟美国 我不是在这里来谈政治 我要从圣经里面来谈到两个属灵的国度的征战 我们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的服事 显明一个非常基本的事事 那就是有两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国度 正在披持的征战 一个是神的国度 另外一个就是撒旦的国度 那新叶圣经可以发现到耶稣经常 参与这场的属灵征战 而且耶稣基督得胜了 在两千多年前 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 他为了要拯救我们世上每一个罪人 所以他亲自来到这地上 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到处在以色列各处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面对很多的这个争战 尤其是当时 那个犹太人 法利赛人 撒杜盖人 以及现在文士呢 因作嫉妒的缘故 所以他们生命当中呢 被黑暗的前世的来控制到他们 所以他们 耶稣到每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受到许多老百姓的欢迎 因为他释放了许多被鬼附的 他医治了许多受疾病压制的 他也把福音传给 防相信他的人 所以当时这一般的 当时的宗教界的人士呢 非常的嫉妒 因此他们生命当中 有许多的破口 被这个黑暗的前世的挟制 所以到耶稣到每一个地方去 他们都在做反对的工作 是最后呢 被魔鬼利用 将耶稣基督定食在十字架上 他们以为他 魔鬼是以为他得胜了 但是耶稣上帝 透过耶稣的死 为作我们付出了这生命的代价 他十字架 为我们流血 为我们生命的付出 所以耶稣基督呢 他虽然定死在十字架 但是他借作死 败坏了长死前的魔鬼 使到因作耶稣我们能够 得着这永恒的生命 感谢主 因为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他死了到阴间的时候 他因为没有罪 所以阴间没有办法囚禁他 他反而堕取了阴间的钥匙 他得胜了 他复活了 所以他能够将这个永生的生命 赐下给我们 防信靠他的人 感谢神今天早上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 如果我们今天的朋友 还没有认识耶稣 旁温今天你能够 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这是我们生命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感谢神我们今天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每一个主日 我们就是来祂面前 我们来敬拜祂 我们感谢上帝 祂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 把救恩赐下给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谈到 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事的时候 因此身为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又认识这两个国度的应作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一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 我们就成了上帝国的公民 我们就已经自动的参与了 这国度的征战 不认你要不要 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就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成为祂的精兵 也就成为了祂的儿女 这场属灵的征战 我们已经参与了 因此呢我们一定要认识了 这个基本的这个问题 来探讨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既然我们已经自身在 这场的属灵的征战 所以你和我 我们一定要来探讨 这些基本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 为什么会发生属灵的征战呢 谁在跟谁打仗 我们应该如何参与这属灵的征战 而且能够一直靠耶稣基督而得胜 那这场征战呢 就是两个国度的对抗 神的国度 对抗撒旦的国度 在圣经里面 四本福音书里面 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 到每一个地方去呢 都在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 那今天早上我要引用 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这是一个很 一个模式 讲到耶稣基督赶鬼 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模式 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这里有九节的经文 就是在二十二节到第三十节 如果你们有圣经 你们可以回去看这段的经文 或者你可以打开你的经文 或者看我这个投影片 那这段圣经呢 总共有九节 但是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属灵征战的一个真理 在第二十二节他说 当下有一个人 将一个被鬼附着的 又瞎又哑的人 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就医治他 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 又能看见 那众人就感到非常的惊奇 他们就说了 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当法利赛人听见呢 就说了 这个人敢鬼 无非是靠作鬼王别希伯 那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他们说 凡一过自相纷争 就必称为方长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 必站立不住 若撒旦敢住撒旦 就是自相纷争 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 我若靠作必希伯赶鬼 你们的子弟赶鬼 又靠作谁呢 这样他们就要断定 你们的是非了 我若靠作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临到你们了 人怎能进钻石的家里 可以抢夺他的家计呢 除非先绑住那一个钻石 才能够抢夺他的家财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低我的 不同我收集的就是分散的 那在这段的圣经呢 我们特别来看到前面 这两节经文 所以说当时有一个人 像一个被鬼附作的 那这个人又瞎又哑 也就是说他完全看不见 而且又不能够说话 那他们带到耶稣那里的时候 耶稣产生了怜悯就医治他 我们并不是说 所有的瞎眼啊 所有的哑巴呢 都是被鬼附的 有的是本来他生来就是这样 或者他一个疾病 但是这个人显然他患上了 这个又瞎又哑的病呢 那是因为呢 有这个鬼附在他身上 那是什么鬼呢 不同的鬼都有不同的名称的 这是黑暗的诠释 那这个是这个瞎眼的鬼 那这个是一个哑巴的鬼 附在这个人身上 直到他完全看不见 他也完全不能够说话 所以当他们带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呢 耶稣就医治了他 但是耶稣怎么样医治他 圣经这里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从福音书里面看到 耶稣有不同的方式来医治 防备病 下至的或者被鬼附着的 耶稣都有不同的权柄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呢 可能耶稣是暗熟 但是可能他是撤制 这个邪灵 这污鬼 就是哑巴的鬼 瞎眼的鬼 离开这个人身上的时候 当这个鬼离开的时候 这个人就马上能够看得见了 而且马上能够说话了 这些事情在当时 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 众人看见也都感到非常的惊奇 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 这个布道会的话 如果这样奉耶稣的名 鬼赶出去 他马上能够说话 马上能够看见 请问这不是一个神迹啊 这对是一个神迹 所以在当时呢 这对是一个神迹来的 所以众人就感到非常的惊讶 他们认识 这个人不是大卫的子孙了吗 但是接下来 法利赛人怎么样说呢 法利赛人听见说 这个人敢鬼啊 无非是靠作鬼王别希伯 这些宗教界人士啊 法利赛人士 在当时呢 是非常受尊重的人 的宗教界人士 但是呢 他们应作嫉妒的缘故 真的被某鬼利用 所以他们不单 不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 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一直宣称 我是从天上而来的 但是他们不接受 他们说 耶稣是什么 指控他这个人敢鬼 无非是靠作吗 鬼王别希伯 那犹太人他们相信 他们接受 鬼王别希伯的意思是说 苍蝇王 是苍蝇王 所以他们说 耶稣是靠作这个鬼王 批此的合作 所以耶稣 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不承认上帝耶稣是神 所以他们说 这是跟魔鬼一起的合作 魔鬼透过他来医治这样的一个病人 你看到吗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他可以赶出这个人身上的鬼 是因为呢 他跟那些鬼的掌权者联合起来的 这个是一个亵渎圣灵 如果你在读马太第十二章里 接下来你看到吗 耶稣说了 圣经里面讲到亵渎圣灵 也就是说 当上帝所做的事情 你先把这个荣耀归给魔鬼 明明这就是穴渎圣灵 这是上帝所非常怨恶的 耶稣基督在这里 接下来他就指出了 耶稣看到 知道他们的心意 然后他就 接着指出 在第25节跟26节 我们再看多一下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知道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他就对他们说了 防疫过自相纷争 就成为方长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 必站立不住的 耶稣指出说了 如果一个国家里面 有内乱 这个国家平时的纷争 这个国家一定不能够站立的 这个国家必定会灭亡的 如果一个教会里面 批持互相的纷争 这个教会必定不会复兴 而且可能就会灭亡的 一个家庭里面 如果批持兄弟姐妹 不能够同心合意的话 批持的真财产 批持的纷争的话 那这个家庭一定分裂的 那这个是一个原则 所以一城一家自相纷争 必站立不住的 撒旦若感住撒旦 就是自相纷争的 在这里指出说 其实撒旦就是老魔鬼 这个老魔鬼 他是非常的狡猾的 他常常做纷争的工作 而且他是非常的聪明的 老魔鬼很聪明的 他绝对不会使到 他自己的国度里面 自相纷争 不然的话 这个国度就不能够站立得住了 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 鬼打鬼 我告诉你 鬼是绝对不会鬼打鬼的 鬼是最恶作的 只有人才会是人自相残杀 所以鬼是不会打鬼的 为什么 小鬼附从大鬼 大鬼附从魔鬼 鬼王 所以他们是绝对附从权柄的 因此这句话是欺骗我们今天的人 鬼没有所谓 鬼打鬼的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 清楚他说明说 撒旦拥有他自己的国度 那这个国度呢 是绝对不会互相纷争的 接着呢 他又继续提到神的国了 所以在第27到29节 他就讲到了 我若靠着别希伯赶鬼 你们的子弟靠 赶鬼又靠着谁呢 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赶到你们了 人怎能够进钻石的家里 抢夺他的家计呢 除非先绑住那钻石 才能够抢夺他的家财 那耶稣基督接下来他说呢 我若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话 那么你们子弟是怎样赶鬼的呢 我不是靠着鬼王 也不是跟魔鬼合作的 我是上帝的儿子 我来了 我靠着上神的灵赶鬼了 我的权柄胜过了黑暗的权势 我的权柄胜过魔鬼的权势 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了 耶稣说 神的灵不是靠着神的灵赶鬼 就是神的国领导 他说人怎能够进到钻石家里呢 这个钻石是谁呢 在这里显明就是简直到这个撒旦 就是讲到魔鬼 他说如果我要进到一个家里面 去抢夺他的家记 我一定要绑住这个里面的主人了 里面的钻石了 不然我没有办法抢夺他的家记 那么今天我怎么样能够靠着鬼来赶鬼呢 我是比鬼更有能力的 所以我是上帝本身来到这世上 我把我的锅带进来 所以我进到这个魔鬼的区域里面 我抢夺他一切的家记 感谢神今天我们就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就将我们从这个黑暗的前置 将我们抢夺回来 直到我们归降他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 所以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他永远得胜 所以以上我们透过赶鬼的 赶出这个污鬼呢 让我们看到两个国度的冲突 这两个国度 无形的撒旦国度 是以鬼魔为代表的 那无形的属神的国度呢 是以耶稣为代表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属神的国度 跟黑暗的这个撒旦的国度 披持着机器的象征 那我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 我们也蒙召了 我们就自动成为上帝的 国度的精兵 上帝国度的子女 我们就是要奉耶稣的名 来胜过魔鬼的作为 因此魔鬼特别害怕 这个释放的事工 因为上帝已经将这个全病 赐下给我们了 那基督徒信了主耶稣基督 就不要怕这个黑暗的权势 但是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我们是靠上帝的能力 赐下给我们 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 刚强算胆的 那魔鬼非常的害怕 基督有这个能力 因为我们能够奉主耶稣 使到一个人 从鬼的瑕疵当中被释放出来 甚至我们也能够为做自己的 自我释放的祷告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有权柄 我们有能力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我们的这个身份和地位 那为什么魔鬼非常的气派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这会将它无形的过度 曝光给人家看 它灵验暗暗地做 今天魔鬼要告诉你 世界上没有鬼 他要告诉你世界上没有鬼 鬼不是人死以后变成的鬼 鬼是一个黑暗的权势 是一个幽灵来的 他要告诉你 没有没有这回事的 所以因为当你不知道它的时候 你就不会对付它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句话 知己知疲 百丈百胜 当我们看透了它 我们拆穿了它的轨迹的话 我们就能够靠主而得胜 这就是他第一件事情 怕我们知道它的存在 第二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就写明说上帝的国呢 是无上 是一个无上的国度 他也赐给我们这个权柄 能够胜过它 所以基督徒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不但得救 我们还有权柄 所以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 能够胜过一些的黑暗的这个权势 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在这里就很清楚的说明这个现象 这两个无形的国度呢 都一直在披持的征战 你就是不想参与 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在面对 在生活当中 都在面对很多黑暗前世的功绩 但是我们不是要忌惑 因为我们有耶稣的保鲜的捷径 我们有圣灵的同在 我们能够靠主得胜而又在得胜 可以说阿们吗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样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始一个真理 那使徒保罗呢 他继续就在新叶圣经里面 他引述着属灵征战的真理 那感谢神保罗 他从一个反对的 一直到往大马寺的路上 他遇见了主 他蒙召了之后 神捡血了他 之后呢他就继续的 为主耶稣宣教 为主耶稣传福音 他信了主之后 他三年的时间 在阿拉伯矿业 圣灵亲自启示他 教导他 有很多很多的圣经的真理 所以我们看到在新叶呢 在新叶 除了四本福音书以外 还有几本 还有几本 关于这个 犹大书 或者这个 启示录 大部分都是保罗所写的 保罗启示了很多 关于社会的真理 在这里呢 他引述了一个属灵 征战的真理 很重要 那就是在以夫所书 以夫所书第六章呢 保罗很详细的 引述了这个属灵征战的对象 我们跟谁打仗啊 保罗就在这里清楚的讲到 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属灵的 是你肉眼看不见的 但是呢 是确确实实的 发生在这个地上的 在以夫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 因我们 保罗讲了 我们 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 那言文做摔跤 英文叫做wrestling 就是肉搏的意思啊 直接对抗 是一个直接的对抗的 他说 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以那些资政的 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那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 后面我再继续来讲 你看到他说 首先他说 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 我们乃是跟什么 跟属灵的 那些讲到第一 资政的 第二 掌权的 第三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这是讲到一个属灵界的 我们叫做Haraiki 属灵界的一个国度里面 他们的高层的这个领导者 我们是在跟他们征战 然后接下来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我们来继续来看这些经文 他说 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 那当代圣经 就是The Living Bible 因为我们讲到 我们常常要看一些英文圣经 一些言文的意思 他这里他讲到 解析得非常清楚 这一节经文 就是说 不是以属血肉之期的人征战 也就是说 不是我们的征战 不是人与人 不是有这个身体的人的征战 那是属灵的空气 所以这里就形容说 撒旦的势力呢 不是这世界上有血肉之期的 你和我都是有肉体的 我们今天的征战 不是属血气的 不是属肉体的 很多时候呢 教会的纷争 国家的纷争 人与人之间的纷争 我们看了好像是人的 但是却是因为我们人的私益 我们灵里人 我们里面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破口 结果就浪 黑魔鬼呢 在生命当中 来做破坏的工作 来做挑拨的工作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我们的征战不是人 我们的征战不是人 所以有时候我没有认识到 披死的纷争的时候 其实后面的一个黑暗的权势 在影响做人 甚至国家在操作的时候 也是一个黑暗的权势 在影响的 所以你看到今天世界上 很多国家都一直在纷争 其实就是一个黑暗的权势 在掌权者当中 来做影响的工作 马罗在这里讲到 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征战 我们继续看一下 所以在这里就提供了 一个宝贵的新的看见 我们处在一个征战或者摔跤 但对象呢 不是有七体的生物 也就是说我们的对象 对抗的不是人 是什么 是灵觉的 是撒旦 魔鬼 在以弗所第六章第十二节 我在继续的清楚的解析 我们属灵性的恶魔争战 我们的作战 原文这里说是摔跤 是之间的对抗 对象不是有七体的 不是我们人 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战 乃是看不见的 它影响人 它使用人来争战 所以它说乃是那些 不同七亿的统治者 哇 这个好厉害 也就是说 你看不同的统治者 在它之下的掌权者 以及管下这幽暗世界的恶魔 也就是说在魔鬼的国度里面 它们是非常有组织的 最高的一层就是这个魔鬼头 我们叫做撒旦 它下面呢 有它的所谓的魔经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 就讲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它委派 每一个最大的领袖 这个统治者 在国家的上空 在那里来掌权 然后在那一个最高的呢 下面还有第二层的 第二层下面还有第三层的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的兵 它的兵 也就是说他们非常的有组织 在全世界各处呢 来做地对的工作 这就是保罗在这里 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 也就是说魔鬼当中呢 他们是有一个接济性的 有接济的 所以我们说鬼不会鬼打鬼的 他们是绝对服从命令的 在经队里面是绝对服从命令的 你看到吗 所以也就是说有最大的 下馆第二层的第三层的 都很有组织性的 所以从以上的经文 我们就看到撒旦的国度呢 是有组织性的 很有组织性的 国度就是说在地上 我们的政府有组织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上帝有他自己的组织 那魔鬼也有他自己的组织呢 他的国度有统治者 每一位统治者都复制特定的契义 被委派在不同的地方 每一位统治者下面还有吃药的统治者 然后复制吃药的契义 然后接下来等等 那撒旦你在问 撒旦为什么有这样的组织呢 因为他在坠落之前呢 他是属神 大能 天使 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 有三位天使长 有三位天使长 下面还有很多的天使 那这三位的天使长 一位就是加百列 等一下后面我们会谈到 就是传信息的 耶稣降生的时候 这个加百列去传这个信息 因为救主耶稣基督要降世了 加百列就是传信息的 但是还有一位呢 是专门作战的 他的名字叫做米迦勒 英文叫做麦克 很多人很喜欢用名字麦克 麦克就是一个作战的 大能的一个天使长来的 那第三位的天使长呢 就是这位撒旦魔鬼了 他的名字 他原本在以赛亚书 第十四章第十二节说呢 他是属神大能的天使长 称明亮之星 早晨之子 他长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的聪明 他会玩各种各种的业势 所以他很骄傲 他本来是在上帝面前侍奉上帝的 就英座呢 他觉得他很聪明 他很漂亮 他很美丽 所以呢 他一心一心想说 我要坐在上帝的那一个位置上 结果英座他这样的一个思念 上帝看到 上帝明白 但是以赛亚书 在以色列二十八章也讲到关于他了 结果他就被贬了 所以这位明亮之星 早晨之子 听起来是非常美的 对不对 他翻译的就是说 路西夫 路西夫 他就复制掌管三分之一的天使 然后怎么样 他就被上帝贬到这个地上来了 后来他就带领了那一群的天使 背逆神 最终呢 一起呢 被上帝赶出这个天堂 他们被赶出天堂 所以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 其实这位魔鬼呢 就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呢 被赶出天堂来到这个地上 于是呢 就建立了一个对抗神的国度 他就是撒旦 路西夫 也叫做撒旦 撒旦的意思是说 是上帝的敌对者 控告者 撒谎者 撒人者 欺骗者 所以这就是他的周围了 他到处呢就是在做这种的欺骗撒谎 使他人与人之间披使着自相残杀 这是他的工作 所以我们是要认识到在这世界上 由他的作为在这地上 以复所第六章第十二节 还有最后的一段的经文 刚才我讲到 资政者 掌前者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管下这世界黑暗的 但是最后还有一节 是什么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争战 什么叫做恶魔 属灵器的恶魔呢 在英文翻译得很清楚 就是说 the spiritual host of wickedness 这个host 在古英文的意思是什么 精队 也就是说 还有最后的一层呢 就是这个属灵的精队 黑暗权势的精队 到处被分派到世界各个角落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乌灵 乌鬼邪灵等等 他能够负在人的身上 他能够做各种的破坏的工作 撒旦魔鬼不会负在人的身上的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弟兄说 奉耶稣的名撒旦出去 撒旦皆对不会负在人的身上的 神是全人的神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但是撒旦绝对不会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的 如果他在新山 他绝对不会在新加坡的 他也绝对不会在美国的 因为他不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但是神的灵是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的 这一点我们必定要认识的 那么他是发号施令 谁去做这些工作呢 他下面的魔镜 然后另外一层 然后他最后一层呢 就是这个恶魔 这属灵的恶魔就是一军队 就是他的兵士呢 玄灵到处呢 可以在负在人的身上 他可以影响人的思一思意念 当生命当中有破坏呢 他就进到你里面 如果你常常生气呢 那个生气的灵呢 就进到人的里面 这就是魔鬼的工作啦 你看到吗 所以如果你天天 一直在发脾气 他一直在看 看了以后 对啦 他就是什么 muscle 进到人的里面 这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破口 如果我们生命中 没有破口的话 他绝对这些呢 恶魔绝对没有办法 进到人的里面的 因为除非我们有这个破口 所以保罗在这 以夫所述呢 就讲到 关于这个真理 让我们认识到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 属灵的一个征战 所以根据这经文 有大量的撒但 所述 没有血肉之气的 血灵大经 正列队 触及征战 因此当我们了解 面对的是属灵的恶势力的时候 我们就不敢 犯重肉体 而紧紧依靠神来作战 常常去看事情的影片 其实就是邪灵 什么事情的灵 灵到人的里面 所以这些都要做 医治释放的工作的 因为他的跟随者很多 到处游行 寻找可吞刺的人 但是如果你的骨头很硬 他就没有办法吃你了 我所谓的骨头硬 不是说我们的硬 而是说 你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 你依靠他 他就不能够来攻击你 就是他攻击你 你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命 来撤刺他 离开他的座位 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上帝给我们的全病和能力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当时保罗讲这些经文的时候 他讲到 保罗提到撒旦的总部 是在天上 在天上 天上属灵界的 那许多信徒以为说 撒旦已经在第一了 第一就是我们地球的表面下面 如果他今天生在地 他就太好了 但是很可惜他并不是 他的活动就是在这地上 而且他的国度是在天上 天上操控 命令这些在地上的 来被他掌控 来实行各种的破坏的工作 前面我们不是说过了 撒旦 撒旦跟他的跟随者 已经被赶出天堂了吗 一点都没有错 所以讲到要了解到 关于这个天堂这个字 要了解撒旦国度的 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 一定要从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要读圣经 圣经使得明白真理 所以我讲到我很常看重讲圣经 因为圣经可以使得我们明白真理 真理使得我们得到自由 我们越明白圣经 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越刚强 要了解撒旦国度 再根据圣经 那就是要正确了解天上这个天 英文叫做heavenly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事实上当我们讲到天 天 这世界上不只有一层天 more than one 超过一个天 那究竟有多少层天呢 天并不是我们经常提到那个天而已 世纪上这个世界不只有一层天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创世纪我们圣经的第一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有没有 那华文解析的不清楚 在这里就讲的不清楚 那旧纪的圣经是以希伯来文学的 那英文圣经就翻译的非常的准确 起初神创造天 天 天的是什么 heaven 超过一个 bruller 地呢 singular 所以也就是说天是超过一个天 从圣经一开始呢 神的启示是有开宗明义 也就是说一开始呢很清楚的讲到 我们所谓的天呢不是一层的 不只一层 新月有两段经文 可以确认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到第四节的三节经文里面 这是谁讲的呢我们看一下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看到吗 他被提到第三层天地 我认得这个人 我在身内 我不知道 我在身外 我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个人 我在身内 我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热言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那请问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使徒保罗 他在信主的时候呢 他就被提到三层天 他十四年之后 他才被不得已的说出来 因为当时他到处去传福音的时候 许多人包括很多犹太的基督徒呢 一直在做破坏的工作 不承认他是使徒 那如果不承认他是使徒 他讲的话就没有分量了 所以他说 我是上帝亲自拣选的 我往大马斯的路上 耶稣亲自向我显现 亲自拣选了我 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的 所以他最后 他逼不得已的时候 他才讲了说 在十四年前 有一个人 被提到三层天 他 想到他被提到三层天 他也提到热圆里 看到这个字吗 三层天 热圆 那这里就是说到什么呢 这个人曾被提到三层天 也就是说他就是保罗 他也说他被提到热圆里 那这个说法呢 师父就是告诉我们说 热圆就是第三层天 圣经里面有一处经文 讲到耶稣在被 第十字架的时候 旁边有两个的强盗 那一个就在嬉笑耶稣 另外一个说耶稣 当你到热圆 当你当纪念我 那耶稣说这时刻你就闭窝在热圆里面 所以这个热圆呢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三层天 也就是天堂 那实际上呢 一个人死以后 就是说有两个去处 一个是到阴间 一个是到天堂 也就是第三层天 那个第三层天呢 就是我们这一班 真正接受主耶稣 蒙恩得救 靠着耶稣基督的宝屑 蒙世免的人 我们就成了上帝的儿女 这个基督徒死了之后 他已经 他不是靠着他行为 靠着他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真正里面蒙恩重生得救的 靠着耶稣的宝屑 到天堂去 这个第一章叫做第三层天 就是到天堂 天使带他到那个地方 但是我告诉你 第三层天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天堂 人死后到天堂 不是靠着你以后的行为 是靠着你有没有 真正认真的 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 进到我们里面 有没有清楚知道 耶稣的宝屑 涂抹我们的罪 这就是界定我们的得救 所以不是单单这样 口里承认以后 你就看到很多时候 什么机会 口里承认以后 人不见掉了 这些这些救恩 我们非常的怀疑 一个人信了主耶稣 他要继续的跟随 如果你读西伯来书 信了耶稣基督要继续的跟随 所以我们礼拜天 集会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是来亲近神 我们每天跟神的亲近 灵修这些 其实是跟神建立一个关系的 不是说我信了耶稣 我拿到过季的护照了 永远上天堂了 不是的 一定要清楚的知道 我们是继续的跟随在耶稣基督里面 那我们在信了主之后 我们的生命里面 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 我们过一个生命 是一个生活 能够讨神喜悦 是戒定以后 我们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 天堂是暂时的 以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死了的人都要复活 做什么呢 以后跟主耶稣基督 要统长完全 神要把上帝的 叫做新耶路撒冷 带到这个地上来 以后我们还要回到这个地上的 这个地方叫做新天新地 那个就是以后永远的地方 怎样能够以耶稣基督同长完全呢 就决定在我们地上的行为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所以在这里呢 讲到热言就是第三层天 就是天堂 因他在第三层天 听到神的话语 那显然第三层天就是神的基所 也就是天堂 生命记第十章第十四层天 看啊 天和天上的天 地和地上所有的都数也豪华 你看到吗 天和天上的天 若这世界上 若存有第三层天 那一定是有第一跟第二层天 对不对 不然怎样会有第三层呢 另一处是以夫所书第四章第十节 当保罗谈到耶稣的诵时 以复活 以夫所第四章第十节说 那降下到第一的 然后就是衍生诸天之上的 要充满万有的 因此呢 我们就看到呢 有三层天 第三层天 是神所基住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圣界的天 看不到 就死了之后 被引到那个地方去 但是有些人很特别 被神带到那个地方去参观 但是神不常常这样做的 神基住在超越天上的天 所以所罗门宪殿的时候祷告 王上 列王纪上第八章第二十节 看啊 天和天上的天 尚且不助于 不助于基督的 何况我所见的这个圣殿呢 那好了 既然是有第三层天 那么第一层天在哪里呢 哪里是第一层天 第一层天可以说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天 就是我们头上有银在飘的天 飞机飞到银端的上去 这是第一层天 这座就是第二层天 没有人这样称呼的 但它的位置在哪里呢 它的位置是在看得到的天 就是我们讲的第一层天 跟神的基住的天的中间 第三层天更高的 那中间的那一层也是灵绝的 你看不到 那么这就是它的黑瓜特 魔鬼的黑瓜特 它在那里 所以我相信第二层天 就是天空 也就是撒旦国度所在的这个位置 所以借于神在天上的七所 跟我们的中间切式呢 存在一个历史我们的国度 想尽办法阻扰我们的祷告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要达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一定要什么 要穿越天上仇地的国度 所以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是要认真的 不是敷衍敷衍摸不着 那个皮肤的痒的 是真正认真的 这个叫做属灵的征战 从丹尼里 从丹尼里书可以看到这属灵的原则 丹尼里第十章 可以认识到 关于这天上属灵征战的一个关键的要素 在丹尼里书第十章 他说天使加百列告诉丹尼里 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 现在我要回去以波斯的摩金征战 我去以波斯的摩金征战 我去以波斯的摩金征战 为什么呢 因为在被外驻 以色列曾经被外驻 就是巴比伦佛奴之后 七十年他们归回了 在巴比伦之后 以色列另外一个两个国家是什么 两个帝国掌控百姓的以色列 和他们土地包括耶路撒冷是什么 就是波斯和希腊 历史上总共有四个一般的帝国 统治以色列 他们分别是巴比伦 波斯 希腊 和罗马 基督七月圣经在丹尼里讲得很清楚 这是事实的 在丹尼里的时代 统治以色列的是巴比伦 波斯 后来是希腊 所以接下来丹尼里第十章 有几处经文可以看到 天上的鼠林的征战 丹尼里第十章 第二到第三节 当那时我丹尼里悲伤了三个七日 每胃我没有吃 酒肉我没有入我的口 也没有用油骂我的身 直到满了三个七日 也就是说 在这三个七日 就是二十一天 丹尼里在尽世的祷告 这里强调三个七日 就是二十一日 在这三周之后 天使来到他面前讲了几句话 我们看一下 在同样第十章 第十二到十三节 他就说了 就是天使加百列 他说丹尼里不要惊怕 因为从你第一天 开始专心求明白的事 又在你神面前刻苦举心 你的眼里已蒙英语了 他是说丹尼里 其实在二十一天前 当你在行求行问神 以后以色列 以后以色列的发生的事情是如何的 他在行求神 但你是一个爱神的 他也经过三个朝代的宰相 对不对 他说你在神面前刻苦举心 你的眼里已经蒙英语了 但是呢 我就是因你的原理而来 但是呢 我来的时候呢 面对一个拦阻 是什么 波斯过的摩金 拦阳主我二十一天 在第二十一天之后 忽然有大金 就是另外一个天使长 他的名字叫做米迦勒迈格 他来帮助我 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 你看到吗 神差派的天使加百列 要向丹尼里传达信息 那却被波斯国的摩金 抵挡了二十一天 那最后另外一个天使长 叫做米迦勒 就出面协助他征战了 哦 若不是米迦勒来帮助 哇 这个撒旦 他手下真蛮厉害的哦 所以每当米迦勒现身 以色列 就会站在人类的历史的舞台 因为这个天使的工作 就是看顾以色列 再看回加百列 对丹尼里所说的话 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 现在我要回去 以波斯的摩金征战了 我去后希腊的摩金币来了 以丹尼里真的 波斯过之后呢 灭亡了 另外一个国家 希腊来了 希腊的这个王帝 叫做亚利山大 但是他很年轻 他就死了 他死的时候 听说他的棺材呢 前面开了两个洞 两只手伸上来 为什么呢 有人听说 他在生前的时候 他在哭泣 没有办法得到全世界 他的野心很大 他想要得到全世界 但是最后得不到 当他死以后 希腊就分裂了 所以加百列天使说 希腊将会是另外一个外出人的帝国 接下来他将会 以这希腊帝国的摩金 在灵里征战 因此呢 我们 为什么我要讲到 这圣经这里面几个重点呢 我们就了解在人类帝国的历史背景 背后都有属撒旦的势力 如果我们只看在人类层次发生的事件 表面呢 我们是无法全旁了解人类的历史的 真正决定在地上 各国各民的命运的力量呢 是发生在天上 所以我们常常说 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必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必释放 我们要跟天上 我们祷告 突破这个黑暗的权势 大到上帝的面前 那么神就将他一切的赐福呢 赐给国家 赐给民族 赐给百姓 赐给我们的家庭 所以这个带导就非常重要的 我们已经被透付了属灵的武器 身为基督 在属灵争战过程 具有什么重要DV呢 因神已经给我们属灵全病 就是成为带导者 透过这属灵武器 可以透过祷告 祭拜魔鬼在地上的周围 我们不是用这个血气跟魔鬼争战 乃是神给我们这个全病 透过祷告 大到上帝的私人宝座前 透过那个黑暗的前世 大到上帝宝座面前的 上帝就将他的全病能力赐福吃下来 不祷告 当然他就让他得诚了 看到吗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 我们的祷告穿透魔鬼的国度 大到神的基所 以至决定国家的历史 刚才所讲的那两个 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 到最后罗马 这些都是一个黑暗的权势 因此我们的带导是大有能力的 一个国家的前途 决定在于基督徒的祷告 祷告是属灵征战 我们一定要看重 也是神给赋予我们的责任 也是神给我们的权柄 最后我做一个结束 属灵征战是真实的 可以说阿们吗 是真实的 你看不到 但是在灵界里面却是真实的 而且你可以经历到的 当你里书中所提到天使的征战 以及他透过近世祷告参与的征战 是这个真理的借家的这个榜样 你愿意说主啊 我今天听了你的道 我愿意将自己成为一个带导的荣室 那么你将你的手提起来 说主啊 我愿意 我愿意一生一世 我要好好地爱你 我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一个荣室 主啊 谢谢主你的亲自来使用 那我恳求你在你的位置上提起手来 那我们重新来祷告 主啊 当你的话说出来的时候 皆不突然返回 主啊 你其业的就是我们能够成为 祷告的荣室 我们成为祷告的大金 来对抗一些黑暗的全世界的攻击 奉主耶稣基督里面 谢谢主你赐给我们全病 我们跟随在耶稣基督里面 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一个荣室 主啊 谢谢你将这个全病能力 以及将这个祷告的负担 放在我们的里面 使他们能够来祝福我们的国家 祝福我们的教会 祝福我们的家庭 主啊 谢谢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 透过祷告 我们能够胜过黑暗的全世界 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一切的祷告 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 你荣耀得胜的名 阿们